你好 欢迎收看8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主办的数位转型关键力学院 首场课程是由数位经济及产业发展协会的副理事长詹廷怡 以及工业局加强同资策略性服务业推动计划主持人赖权贤 来帮花莲企业把卖数位资源 建立数位转型蓝图交战如何应用政府资源 加速数位转型 吸引了近百位花莲的契约来参加 现在学院表示当所有产业都在数位转型路上 政府更该加紧脚迫 不至于产生数位落差 花莲的数位转型从智慧城市及产业升级 翻出看出力道 花莲有全国整合最高的花莲地理资讯平台 同时花莲更是领先全国 成为首个导入AI自动生成的新闻 AI公文等地方政府搭上AI科技列车 帮花莲产业及教育超前部署 透过整个无论是永续或是智慧城市的治理 或者是智慧城市 其实现在也因应如此 有很多的产业不断不断的变革 所以因应现在的金银碳排 以及我们的永续是其项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市上位的公司已经有永续涨 透过我们的数位转型也有数位涨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高薪而且高所得 然后影响未来世界这一些抬头呢 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开发堂克很重要 我们要不断的让自我来提升 然后也让我们的产业界 以及我们大家攜手同心 让这个数位的网面可以共同来成长起来 而任何转型都从商业创新开始 詹姨挺着强调 全球科技巨破都是经过不断数位优化 及转型过程创新的服务 改写产业生态 例如原本的DVD竹片商抓住了5G的科技内容分享趋势 也要成为串流影音的福霸主 而IBM以及微软两大科技巨人 而如果固守原本封闭模式 那么AI这些革命产品也不会再出现了 记得喜欢华州导